大家好,这里是三农雷克 在咱们农业这块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种的好,养的好,真的不如,卖的好 那么咱们今天的进行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分享 就在过年期间,正大量上市的一种水果 可以这么说 随种植这个水果种出来的品质越加 卖的价格就会越高 在过年期间,一斤的价格最低 都卖到二三十一斤 高可以卖到五六十 如果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最低的来卖的情况下 一斤的价格都可以卖到一百一十块钱一斤 甚至会卖到一百二十五块钱一斤 和大家废话了这么多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 高产量,高收入的水果种植行业 看完今天的进行视频之后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是否适合你当地来这种植呢? 或者是你对这个种植行业是否感兴趣呢? 咱们废话不多说了 随着我的镜头,咱们去种植这一地 咱们一探究竟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都非常明白了 非常明白了 这种水果呢,它的名字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草莓 草莓的品种也是特别的繁多 那么咱们今天的进行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一个品种 那就是奶油的一个苹果 奶油苹果它的个头呢 也特别特别的大 可以这么说 它这种奶油这个草莓 不是水果,奶油草莓可以说 它个头大的时候 一个差不多都会有三到四两种的一个重量 特别特别大 就相当于一手的繁钱一样 个头是非常的不错 我今天所拍摄到的这个农民 他种植这个草莓的 他今年种植的历史 已经是十二年的历史了 目前他今年种植的面积 可以说都会达到三十 三亩地的一个种植面积 面积的特别的大 此外呢 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时候种草莓种水果 想让它的品质佳 必须有大棚 没有大棚的情况下 早就冻死亡玩弄 是不是朋友们 除了这个大棚之外的 而且里面的温度最低的话 都会达到二十三度 高达二十八九度 这样子利于草莓 很好的一个成长 是不是朋友们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 这个老养之后 他说到了 他说这个草莓呀 并不是说适合任何一个人 而且草莓种植 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地方来种植 从上面这两句话呢 咱们都可以断定出来 搞草莓种植 并非容易 人家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品质 你种的话不一定有这么高的一个产量和品质 因为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是不是朋友们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 当时我有问到他了 我说像你这个草莓种植的情况下 除了你刚刚所说的土长啊 适合度啊 还有这个管理技术除外 它那个产量啊 究竟会怎么样 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的 这个老种植物他也说到了 草莓种植 如果想让它的产量高 如果想让它产量高 技术到位的情况下 那是可以的 没有三年五年的拼搏学期 产量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么高的一个产量 而且产量提高不了 品质也就提高不了 此外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 他也说到了 草莓种植 如果普通人种植的情况下 草莓基本上最低的话 达到一千二三百斤 甚至一千五百多斤左右 如果中层管理的情况下 草莓种会达到三千多斤 三千多斤的一个产量 但是对于他来说 对于做个养殖户来说 他基本上一斤 他基本上不能一斤 一亩地 他的产量基本上最低会达到四千多斤 高的时候会达到五千八百斤的一个高产量 这个产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吧 朋友们 此外的在我在这里聊天的时候 他也说到了 草莓种植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跟种植有关系 在的土壤和管理技术 这三者都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这三者管理好的情况下 其实收入还是特别高的 是不是朋友们 在我跟他聊天关于这个价格的时候 他也说了 今年的2023年的这个 过年的这个价格 因为还实际上还没有到 预测大概最低会达到十五六亿斤 最低的 如果你去地理采购的话 最低是三十亿斤 采购三十亿斤 零售的话 今年在过年期间 大概也会大到去年的价格 去年的价格最低在 在一项城市北京三海广州 这家最低都会卖到八九十亿斤 高会卖到一百二十 卖到一百二十五万一斤 他种植着33亩的 他的年收益最低可以说 都达到了98万亿 最低的时候 他说的 如果没有猜 没有搞错行为下 他33亩低 反正最低会达到一百四十五万亿 咱们希望 也期待 他真的一个收入会达到这个目标 也期待今年的这个草莓的价格 日日判生 那我们有一个多的收入 好了 以上视频呢 就做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 种植草莓的这个高产量的一个 种植行业 在过年期间 会让种植户有多的一个收入 作为片幕前的朋友 你觉得种植草莓怎么样 或者是你对种植草莓 有没有想法的资历观点 可以在片子区做出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到这里了 喜欢三等哪个的视频 给三等哪个点个免费关注 还想了解更多的模样方面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